近40万元 2022赛季 乔士杯中式台球大师赛全面升级 年终总冠军奖金500万 相关赛事总奖金超过2200万 超越斯诺克世锦赛 成为全球冠军奖金最高的台球比赛 本战赛事 诚挚感谢 迎口经济技术开发区 明洪地产有限公司 Joy乔士中式台球球桌 LP球杆 野豹台球杆 Furry威力球杆 奥秘台球杆 皮尔利球杆 Pulse波瓷干 塞纳格酒店公寓管理 辽宁有限公司 迎口霸鱼湾魔法温泉公园 英国世创6811台泥 比利时亚勒美台球 Limebox 师博专业台球杆盒 赛克斯撬粉 小麦皮头 镇红胶边 葡萄酒店管理 辽宁有限公司 蹭哥购商城 优责智能球房系统 爱跑光影桌球 9万急修器 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欢迎大家来到 塞纳河畔 乔士碑 2022中式台球大师赛 甲级分战赛 霸鱼宣战的比赛现场 接下来进行的是 第一阶段 7至12组 5 7场的比赛 下面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 裁判员及运动员 1号台 裁判员 王锦一 运动员 杨帆 魏正忠 3号台 裁判员 卢冰霞 运动员 徐子纯 孙明明 5号台 裁判员 刘媛 运动员 冯泽媛 苏晓晨 6号台 裁判员 傅依染 运动员 刘欣 张俊辉 7号台 裁判员 杜桓玉 运动员 李启鹏 王鹏 9号台 裁判员 刘凯 运动员 李欣 郭福生 11号台 裁判员 张义 运动员 孟凡宇 赵帅 赵帅 13号台 裁判员 张纳 运动员 米勒 金伯凯 15号台 裁判员 徐锦言 运动员 孔超 杨子诚 TV台 裁判员 张月秋 记录裁判员 张义 杜月 杜月 运动员 祖贤益 楚炳杰 现在比赛开始 楚炳杰你好 祖贤益你好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 三二一开始 祖贤益 祖贤益 对阵楚炳杰 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比赛 两位选手胜步第二轮 赢球继续在胜部 赢球继续在胜部 落败的一方在败部 还要越过很多重关 比赛抢十一 一百二十分钟的现实 双方轮流重球 赢球继续在胜部 感谢观看 比赛开始第一局祖贤一开球 祖贤一非常清秀 看他一大眼的时候 我就想到咱们球员事业部的主管赵帅 瘦瘦的时候 有点像 这就是咱们的 впер弓 轻蹭这一下还是有点效果的 六个带口 守了四个半个 这球还真是 而且黑八的右下角还没倒 非常愉快的一个局面 好 十二不动 左上一打 右上下来 最后 降位原则就是两边 左右 左右 好 看到这个出品节啊 忽然想起来这个前面咱俩解说的时候 随我说那句话 看看后面再过几天 有没有这个实现的可能 谢谢 您说的这个实现就是连续夺冠 是吧 双冠王 连续的甲军分战赛的双冠王 看连摸能摸到多少 他具备这个能力 好 дел 这个外境 这边 对 那我用来看看 ś Stop 第二局出品节开球 三分钟 看看两颗角度 10号 稍稍带一点点的左赛 看这个方向直推过来9号可以打右边 10号 10号 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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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号 11号 12号 角度大 可以十一同样调中弹 就是从左边下留重低弹 然后十一再往右边推 用十四再调黑拔 能停住 没有问题 这方向的话可以考虑一个高杆两阔 低杆要打得特别准 所以说高杆更好去刮一点 陷了 黑拔右边有下 第二局出并结胜 比分2比0开球青盘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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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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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局 祖贤逸开球 第四局 祖贤逸开球 第四局 祖贤逸开球 谢谢 祖贤逸开球 第三局 祖贤逸开球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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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 祖贤逸开球 祖贤逸开球 同时也在看看这颗中带附近黄衣左边这颗中带什么情况 没有一会儿就去带一下 刚好留一个黄衣向左的角度 但是同时很考验你上方底带的准度 描了一杆五 还是四 这个位置是不是要坐一个 打512船走 然后白球贴住这两颗 下方就算你露出酒 你也没有带口 有点不及后果的进攻了 对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 他如果说是贴这两颗球的话 两方漏的这个画色球 出品节的能力也会把这个节奏 从边后这边把六勾走 对也会想其他办法 你到后边还是一个下方的能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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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啷 那 câuaset 那在哪一边 就说没有 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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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到下来先就10 还不错 很带滴杆 继续滴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三局出品结胜 比分3比0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局出品结胜 克仙 开球尸击 いう 稍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就是我水平肯定是打不过你 然后我也别太跟你拘着打一些来回 本身也不占优势 那么我就大大方方的 把我的阵脚炮火拉开 来个阵势 打上队攻 看看在这种打形的比赛里面 在TV台我能够赢你几分 我防守 我归缩 我也占不到优势 占不到 不如说用我最擅长的比赛 对 好像是昨天 我看他应该是有碰阳翻是吧 他领先了12比9 12比8领先的时候 也有点不敢赢了 他度过了几个失误之后 把这个心态调整好了 最后拿下底线 证明他这个发挥还可以 可以的 要做调整 看看右下 这球 你再强制去叫这个 左边中带的话 这个角度不太合适 小右下 没问题 关键是 干法 对 贴的这个位置有点别扭 你这个平时在修光里面 这种厚思诺答案怎么样 能不留厚思诺就别留厚思诺 能不留厚思诺就不留厚思诺 是吗 还是白球没走好 6 有机会下第一杆右赛 左边兜一下两裤 可以红3 关键有没有这个想法 拿1走 对 拿1K 1都顺势一点 对 把它稍分解一下 然后也是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右边 左上 还都有接应 没错 K好了 我还能做你打3呢 对 看这些包边一层 简化局面能力非常强 我看春本杰这个球 还包括咱们中师里面几个思路好 然后也能力比较强 球员 就想起这个 应该还差不多吧 球怎么好像是走过了一样 就想起足球里的一些叫什么 盘带大师 他这种感觉 穿针引线在里面 这里面要控球了 对 白球玩得特别好 或者像足球在脚下玩特别好 五六个人 七八个人过来 我没啥事 是 七八个人的话 那够像 玩两三个 没问题 穿针引线在里面 十秒 严实 他这张球试试 感觉是不是有点滑杆怎样 他打完之后看了一下肝头 肝头 对 曾经在这个欧洲杯 欧洲杯 意大利跟西班牙那场 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图片 好像是这个伊尼斯塔拿球 面对的是六个 同时画面里 搬着他去了 六个篮子 围在一块 那张照片特别经典 然后他最后是不是还是倒在了前进的路上 把球传出去了 把球传出去了 但是人留那了 没让你过 总得留一个 是吧 球过 你人 不行我给你放倒 你当时记录的是那个经典的瞬间 好球啊 好球 这个球还带了点防守 勾包边 白球往上防 然后呢 有一个可以勾进 可以防守 这样的一个想法 你看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来回来去凉啊 很少 很熟 又来了 又来又来了 声音绝对是花杆了 是不是一会找就会拿纱纸去蹭一蹭 皮头 因为如果翘粉是一直在用的话 跟翘粉关系不大 皮头可能太滑 太光了 对 老是在击打 粗糙的这个接触面呢 变得平滑 擦不上这个粉 有一段时间 我可能换的那个皮头 可能也有问题 一打边苦 准滑干 这白球在边裤 明白了 准滑干 当时那段时间 我换的皮头 第四局 初音节胜 比分四比 假的比较多 谢谢 小豆干是吧 大豆干 大豆干 假的比较多 那我知道了 有那么几种 嗯 有什么事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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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第五局 组悬疑开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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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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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